我們之前報導過 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號稱被豆漿耽誤的蛋塔店 增加豆漿爆紅之後 沒有辦法消化排隊人籠 上月中旬拉傻鐵門宣布無限期停業 但是最近有民眾發現 增加豆漿鐵門悄悄拉開 而且老闆已經添購了一台叫號機 預計四月八號陪上班族一起開工 連線記者黃淑芬 台北市中山區的增加豆漿 被譽為被耽誤的蛋塔店 因為其中販售蛋塔品項 在很多網紅青睞下 透過社群媒體的傳播迅速爆紅 導致來客數大增到原來的五倍 店家因為負荷不了人流 三月中宣布無限期停業 不過最近有民眾發現 增加豆漿的鐵門再度拉起 老闆也表示八號要正式恢復營業 增加豆漿開業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 是在地人熟知的親切老店 營業時間是下午五點到凌晨兩點 除了有傳統的豆漿 蛋餅 燒餅 油條等品項 之外 一直都有供應外皮酥脆 內餡軟嫩的蛋塔 現在回歸 再次引發網友們討論 有網友表示最喜歡飯糰還有燒餅 其實很喜歡他們家的蛋餅 水煎包真的很好吃 很懷念他們家的蔥捲 如今增加豆漿沉疾了將近半個月 在地人發現增加豆漿帶著 免排隊神器叫號機回歸 也讓許多老饕大讚 店家不但東西做得好吃 還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希望可以儘快再次品嘗到這個好味道